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为共建国家实现共同发展 增进人民福祉 提供了巨大机遇 取得了显著成效 正如刚才问题中所说到 中巴经济走廊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要先行先事项目 为巴基斯坦国家发展和地区互联互通 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 比如埃及比雷埃斯港 与中国公司合作以后 成为低中海第一大港 不少游客乘坐中老铁路火车跨境旅游 老挝由陆索国变为陆联国 亚万高铁让印尼人民进入高铁时代 各类民生工程 助力非洲 亚洲 南太平洋 拉美和加勒比等地区 解决民众用电 饮水等难题 以及改善医疗基础设施 推进乡村减贫 十年来 我国政府与150多个国家 30多个国际组织 签署240多份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形成一大批合作项目 搭建起世界上范围最广 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 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 前景广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